第三点呢 第三点 我是想加强青春期的两性教育 这个怎么讲啊 以往我们的相关课程吧 都是班主任和生物老师 男女同学分开说 但其实吧 第一 大部分老师他自己也讲得扭扭捏捏的 不透彻 且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 还是不一样的 他们卫生观念更为薄弱 更容易出问题 第二 往常的学校在教这堂课时 专门把男女分开 这平添了吸引的神秘感和羞耻感 就我建议吧 干脆我们直接请专业的医生过来 男女一起讲 把常识 安全 卫生都给讲透了 你这个说得好 我很赞成 确实青春期呢容易冲动 尤其是现在早恋问题 既然没办法避免 干脆直面 上次我去其他学校考察的时候 我也发现 他们虽然有相关课程 但主要是针对女生 我觉得男生也同样值得重视 上次我带张天阳去测试 换衣服时我就发现 他这么大的男孩子 还没有穿内裤的概念 其实之前在和平中学的时候 都是我自己给女生上生理的生课 男生也是需要的 是的 嗯 嗯 嗯